哈嘍 哈哈 我是米奇沃克斯 終於收到了 朋友買的大江Mavic Air 拆箱 非常開心收到這個包裹 直接在上面用刀刀划開 划開之後我就把它拆開 好,這就是正品了 我看看啊 這上面寫的 O-N-Y-X-Black 這是什麼意思,這是一種黑色嗎 然後側面其實說實話沒什麼東西 我給他們直接拆出來看看裡面裝了些什麼東西 對不起,原諒我畫了 壞掉 他說有三種色,一種白、紅、黑 他把每個顏色的名字叫得非常的文藝 直接從這邊抽出來 OK,盒子裡有遙控器一個 大電源一套 電源線一支 USB3.0 Type-C接口的數據線一條 連接遙控器到不同手機的不同的線 比如說 USB Type-C還有Micro USB 當然它出打的是iPhone 中間還附用了一個轉接口 在這個盒子裡面放了四根保護漿液的護具 一共四支 說明書一份,很厚的說明書 然後還有四根漿液 它是這種好像不能折疊的 還有大箱的DJI Sport卡 讓你買保險 哈哈 在這個小包裏呢 就是我們今天的DJI Mavic Air 看看 天吶,好精緻的感覺 它上面已經附帶了漿液了 所以展開看一下 OK,整個大小的放在手掌 一個手掌是完全可以把它拖起來的 然後我看看好不好拆出來 What? 什麼情況 要先 What? 哦 這樣拆完之後 還要在底下把這腳給搬起來 相對來說有點複雜 我們看看機身器節 在正面呢它是有一個 這樣保護鏡頭的一個保護殼 在後部呢有兩個感染器 在上面應該是FD卡槽 再加USB Type-C數據傳輸接口 底下呢指示燈 在上面那個散熱孔在這邊 然後下部呢我覺得要 誇獎一下 因為它終於解決了這個 Mavic Pro的一個不太好用的地方 尤其是這個保護殼 因為它這邊的話非常簡單可以拆卸 比如說在起飛前 電源開始之前 我們要先把這個殼卸了 非常簡單這樣一捏一抽就好了 要比之前的簡單很多 然後搭起來也非常的方便 在上面往進一插一盒 我覺得在這個設計上呢有非常大的改進 然後電池呢 拆卸呢大家可以看到兩邊有一個卡扣 只需要兩手同時往下一拉 電池就抽起來了 要比之前那個更容易拆卸 然後東西好不好用 我們要起飛了之後才知道 所以在起飛之前先給電池先充個電 大概需要一個多小時 剛才這個小包裡附送的東西呢 有兩個是遙控器要用的搖桿 所以把它拆出來 在這一款Mavic Air的遙控器上呢 它沒有任何的這個頻顯信息 所以所有的指示呢 我覺得都應該是從這個手機上直接看的 因為手機屏幕越大呀 看的信息越多 但是在這邊呢 還是可以看到電量了 現在電量大概在75%到50%之間 然後在閃紅燈 這邊是有一個返回鍵 拍攝暫停鍵 還有一個運動檔的模式 Sport 然後還有功能鍵 當然這個我們需要搭上手機看一下 有拍攝錄像鍵 有拍照鍵 然後我覺得跟之前是沒有什麼太大區別的 默認呢是一個拉了點的接口 大家可以看到它底下呢 其實是有兩個這樣的搖桿的 剛才那個是備用的 但是我把備用呢 直接先搭上去了 OK 東西好不好呢 在戶外試了才知道 我現在呢 就把這個無人機拿到了這個野外 準備在這邊試飛一下 這也是我第一次呢 在戶外試飛這個Mavic Air 希望不要讓我太失望 這次飛行呢主要是 就用這套設備 無人機 手柄 加我的iPhone10 馬上設置一下 OK 可以看到這個無人機呢 整理包裝真的非常的小小 但是啊 這個包呢是沒有辦法 拿到這個遙控器的 所以這兩個東西呢 我們要分開把它拿過來 大概之後可以看到 非常的小小 非常的輕盈 要不要我之前用的大江Mavic Pro呢 要輕好多好多 此時我把電池這樣搭上 可以看到我在 搭電池的時候呢 是沒有碰到這個講頁的 也就是說 之前的版本呢 我有的時候搭電池的話 我需要把這個上面的東西分開 或者把講頁拿開 這一帶呢是沒有的 非常簡單 直接我們把手機搭上去 雖然我是第二次打開這個 但是啊 我覺得使用起來相對來說非常簡單 還有這個試飛的時候 一定要把這個打開 對 就這麼簡單 然後 電池兩下連續 就是開機了 放在這裡 然後呢 這邊也是連續兩下 它軟件呢會說 激活預Air 然後點下一步 是第一次我們 就是啊 使用的時候它需要激活 所以你所有的條款 什麼都要同意 激活其實步驟比較簡單 說起個名字吧 然後點下一步 然後 設置你的搖桿模式 我覺得 它有三種 一種日本手 中國手 美國手 這個咱不是很確定啊 一般來說我覺得 美國手就可以了 下一步 然後選這個參數 英制 公制 我一般我覺得 走它的默認好了 它裡面有個新手模式 我覺得我不是新手 所以OK 因為新手模式它有個限制 讓你 第一次起飛的時候 不會出現什麼意外 因為真的非常非常的慢 然後用你的大江的官方賬號呢 然後激活一下 這是我的賬號 然後直接點激活 激活之後呢 為了保證飛行安全意識 大江每次會提示出一個DJI Knowledge Quiz 就是安全飛行提示 如果你想接受的話 點Start 不想的話先跳過 但是一共只能跳過四次 就跳過一下 然後立即重啟 正在重啟飛行器 OK可以看到這個飛行器呢 好現在已經 給大家抽驚了 抽完驚之後呢 嚎叫一聲 此時它已經應該是重啟過了 重啟完之後呢 進行飛行學院 我覺得我可以跳過 因為我已經不是新手了 有點跳過 這個大家不需要看 在使用中呢 它會有一個這樣一個 飛行安全基礎數據庫更新 在這個時候呢 一般點確定好了 就我們下個一個包 然後收拾好之後呢 我在這邊呢 基本上差不多見面呢 就跟大家就不用講太多了 那切記它沒有之前Mavic Pro 真4K那個格式 2.7K 60幀每秒拍攝 還有1080的120幀這樣的拍攝 我們在這邊呢 選擇4K模式 其餘呢都差不多 接下來大家看到的視頻呢 將會由它拍攝出來 好準備起飛 Place這邊的目標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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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发现在飞行中呢 这个遥控啊 这遥控器呢 这整个摇管部分呢特别的硬 就是我感觉要比之前更加牢靠一些 就是在我们拍摄这个细微调整的时候啊 要比那个Mavic Pro呢稍微好一些 刚才是这样呢 就是网上有一些人呢 他说大江这个Mavic Air的这个图传呢 不是特别好 所以我特别呢 就飞到前面那个稍微山坡高一点的地方 结果呢就真的遇到这个图传信号问题 所以我赶紧先让它自动返航的 在返航的过程当中呢 又收到了信号 正如网友所说的 这个信号图传问题呢 确实是存在的 现在我把它解除 我再自由飞一下 希望这次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然后我感觉好先进啊这个东西 好我们来说一说它 刚才在飞行过程中呢给大家总结一下 首先呢它起飞之后 它的声音呢 跟那个Mavic Pro相比的话 声音是稍微低一点 清脆一点 另外我发现在飞行过程中 有个小点问题 就是它在上升的时候 它那个速度呢 没有之前的Mavic Pro快 就是我刚才我上升 我发现它的上升速度 明显要比时间慢 可能也是就是软件设置的问题 另外就是大家一直狗病的 就是电池续航的问题 然后我刚才可能大概就飞了 大概有五到六分钟吧 在空中 现在它给我提示说还只能飞七八分钟的样子 然后电量呢只剩65%了 所以切记买这样的产品的话 电池不被两块的话 是几乎就是玩一玩闹一闹的这个态度和水平 所以电池确实 有待提高 另外呢大疆对于这款产品的一个设计理念呢 在这里跟大家说 在用过大疆Spark和Mavic Pro之后呢 我觉得Spark有一个明显的缺点 缺点就是 首先它的机身是不能折叠的 所以在某些程度下 你携带的时候 跟那个Mavic Pro呢 相比没有太大的这个便携性的优势 只能拍摄1080 30帧每秒 这样的一个限制呢 让Spark在市场上确实站不住脚 而且那个相当不给力的手势操作呢 也没有在这个玩家当中引起一个就是共鸣 所以这款产品据说在手势操作上升级了 它多了一些手势功能 但是我依旧不太喜欢用手势操作呢 控制这样无人机 但我还想试一下有没有它说的那么好 纯手势来操作一下 据说是放在任何地方都可以 所以我决定呢 为了安全起见放在这里 据说只要看着它 举起手它就会启动 是这样吗 COME ON 人家不理你 Hello 什么呀这是啊 你像怎样 好了刚才那个在这个网上参考了一下大家的官方说明 它要使用这个手势呢 首先你需要在这个软件当中啊 还要设置一下 这个就是一个问题了 于是乎呢 我进入到了软件当中 在开水飞行里面选择一下 然后在这个里面可以看到啊 在打开之后可以看到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种模式 一种普通 然后这个叫会拍 在这边看到 我不知道为什么不能选择会拍 也就是说 它有可能需要 把软件再升级一下 非常抱歉的是 我这边没有办法 跟大家演示了 嘿嘿 没法选 但是有一个东西 可以给大家演示 叫做一键短片 什么叫一键短片呢 就是起飞之后 我们就看一下 然后我们先把它起飞 起飞之后 我选择一键短片 里面有四个选项 一个键远 环绕 螺旋 冲天 我们试一下 线缘好了 然后距离大概我就调整到三十米 好了 找到我了 它开始 自动录像 越来越远 我希望这时候 它不要碰到后边的树 然后一键短片结束之后 它又反回来了 接下来换一种模式 我们来个螺旋 但是我这边有树 螺旋可能会碰到 所以安前期间 我跑得很远的地方 大家看效果就好 OK 我要来跟大家说一些不好的事情了 是这样的 刚才我在测试螺旋模式的时候 因为旁边有棵树嘛 我眼看着它就要碰到树了 转转转转转转 它没有发现它屁股后面有树 所以我及时把它制止了 所以在使用这张智能拍摄的时候 还是看一下周边有没有这个环境 适不适合拍摄呀 总而言之啊 个人来讲还是挺喜欢这个 因为真的是很小 而且操控性真的非常的强 到现在呢 电量大概在45% 我还可以大概在畅玩一下 希望公园的管理员不要来抓我 然后来一下速度模式 要在这边设置一下 可以看到它是可以直播的 然后可以选择视频直播平台 智能跟随高级设置 手柄 现在我用速度模式 嗯 直接飞向糊的另一端 祝我好运吧 真的非常简单啊 321走了 速度模式 转移动 把鸭子都吓走了 天哪天哪天 各位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 它这个在速度模式呢是极快的 但是我感受到极大的延迟 什么叫延迟呢 就是我在操作的时候 比如给它一个指针向左 它可能要延迟个零点几秒 刚才不好意思 把那鸭子都下到这个水里去了 然后另外呢图传是跟不上的 我在拍摄4K格式的时候 图传一塌糊涂 什么意思 就是可能它已经撞树了 你还看着它在飞呢 然后一秒后撞树了 它延迟非常非常大 所以大家在玩这个速度模式的时候 把这个图传就拍个1080-720P格式的好了 4K的话确实不太合适 这个版本和现在的优化 4K格式呢是无法实现非常顺畅的这个图传的 让我们赶紧离开 鸭子生气了 大鹅大鹅 好玩完收工 按两下 好了 这就是大家Mavic Air的户外使用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想不想买呢 至于定价我觉得还OK 但是呢 这个产品的出现呢 有一个小小的问题 导致这个大江在这个无人机市场上 给消费者带来一个小小的问题 就是会不会这个机型游展太多了 有一个Spark 又有一个Spark的升级版 又一个Mavic Pro 但又觉得Mavic Pro又不如它 就让我们很难去选择 希望呢日后大家能基于这个设计呢 推出一款新的Mavic Pro R 我相信一定会有更好的产品性能的体验 至于它推不推荐购买 我觉得没问题 大家可以购买 因为这台无人机呢是现在 OK时间线 最好的便携式无人机 就这么小 拜拜 哦对了 记得关注和订阅我的视频频道 我是米歇沃克斯 总是忘说这句 拜拜